看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上文书咱们分上下两段 聊了聊着康熙初年的查哈尔叛乱 这小片一放出来啊 我又遭到了好朋友的表扬 有好朋友就给我留言啊 说这书啊就得这么说 说书吗,你不得剪热闹的说吗 其实这段书的热闹啊也是赶上了 前两期啊咱们聊着京畿东西的住房啊 也确实没有什么热闹的可讲 到了北边不一样了 康熙十四年,清朝的好盟友反了 反的呀,还是那只他比较信任的蒙古部落 谁呀,就是查哈尔部 当然了,这清朝统治者呀 他们认为和查哈尔部啊关系是交好的 可是您仔细想想去吧 把人家妈妈收纪婚 然后呢把人家亲爹囚禁起来 这是交好的表现吗 有很多好朋友啊他不理解这事 其实啊好理解,为什么呢 如果您是一朝的统治者 身边还有一只曾经雄霸过世界的黄金家族的后裔 您能安心过日子吗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 卧榻之色,岂容他人憨睡 所以说呀,我是坚信这一点的 战争刚一开始,这康熙皇帝一定就下了决心 必须诛杀黄金家族,断了成吉思汗的血脉 其实不光大清朝廷是这么想 草原上的诸部也是这么想的 每次会盟的时候,这黄金家族的人啊 都仗着自己是成吉思汗的一脉 对其他投人态度蛮横,谁也看不起 不但如此,还霸占了不少其他部落的操场 当时分散在查哈尔部周围的各蒙古部落 比如说克尔沁,土木特,巴林,翁牛特,敖汉等等等等 都受过黄金家族后裔的欺负 所以这仗一打起来 这些个部落根本就没响应布尔尼兄弟的叛乱 直接和政府军一起攻打叛军 最后在平叛的过程当中 乱军之下射死布尔尼兄弟的 也并不是大将军土海土军们带领的那只奴才甲 而是同为蒙古人的克尔沁部 大清朝的姑爷,俄妇杀绿 那么为什么还得说是康熙皇帝 要断了黄金家族的根呢 因为这会的黄金家族 伯尔之金呢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谁呀,就是那个关灾圣经的 布尔尼兄弟的爹阿布奈 实际上呢,这布尔尼兄弟叛乱 和这关灾圣经的阿布奈 没关系 这皇上啊,但曾要是念旧情 就把这阿布奈放了 回到这查哈尔部啊 老老实实夹着椅包做人去 要说啊,这康熙皇帝 他真有点狠劲 他不见 一刀圣旨啊,把这阿布奈勒死了 这回啊,整个黄金家族一脉 算是梗屁朝梁,大海棠了 昨天啊,就有好朋友爱他我 说,刘石啊,你说的不对 这布尔之金一支啊 是黄金家族的嫡系 但是呢,还有庞系在 您错了 这一提的黄金家族啊,就没有庞之 针对于黄金家族 也就是元代的皇室脉络 这历史上啊,还有一个名词 叫宗室 这宗室呢,说的是清代的皇族 宗室不一样啊 宗室是从这个努尔哈赤的爸爸 塔克士开始算 所以说这清代的皇族啊 他有庞之 您比如说这努尔哈赤的兄弟 舒白兄弟 这些啊,都是皇室的庞之了 可是黄金家族他不一样啊 黄金家族在盟语里啊 叫阿拉坦乌鲁黑 阿拉坦呢,就是金的意思 乌鲁黑啊,是子孙后裔的意思 那么谁是黄金呢? 对喽,只有成吉思汗铁木针 才叫黄金 所以说黄金家族啊 是从铁木针这开始算起的 阿布奈布尔尼 他们这仪仨啊 是黄金家族 活到了大清朝 剩下的唯一骨鞋 所以说他们仪仨一死啊 这成吉思汗铁木针啊 算是绝了后了 大清朝廷评判查哈尔兵乱 难道就是黄金家族 爵四这么简单吗? 当然不是 导致了整个查哈尔部 统统受到了牵连 大清国认为 至此以后啊 你查哈尔部 不能以蒙古王公部落的身份 出现在草原上了 于是就把这查哈尔部打散 并且编入了其他部落的成员 成立了查哈尔八旗 每一旗里啊 设都统副都统 当然了 这都是朝廷直接任命 并且都是朝廷派员 并不是从本旗挑选 各旗当中的部众 也不全都是查哈尔渔部 还分别编入了漠南蒙古 与大清国交好的各部的部众 为的就是更好的监视 管理查哈尔的这帮叛军 皇太极时期 查哈尔部归顺大清朝廷 被封在了哪啊? 那块地儿啊 叫义州 差不多就是现在的辽宁 义县一带 当然了 那块儿的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啊 康熙十四年 查哈尔叛乱以后 大清朝廷就说了 不能把这么快好地啊 给你们这群白尔狼 得把你们啊牵出来 牵到宣化 张家口大同一带 这些地区的土地 原没有一周土地肥沃 这也算的是 对查哈尔叛部的惩罚吧 不但如此 这八旗啊 也得分散驻扎 查哈尔八旗的湘黄旗 驻苏明峰 在张家口以北的三百四十里 整黄旗驻穆孙特克山 在张家口西北三百二十里 香红旗驻布林泉 在张家口西北四百二十里 整红旗驻古尔版托罗海山 在张家口西北三百七十里 香白旗驻布亚阿海苏木 在独氏口西北二百四十五里 整白旗驻布尔嘎台 在独氏口西北二百九十里 香兰旗驻阿巴汗嘎拉山 在沙湖口东北的九十里 整兰旗驻哈苏台铺 在独氏口东北的三百六十里 就是这样啊 对他们还是不放心 乾隆朝以后平定了回部 这里的回部啊 指的不是回民回族 指的是维吾尔族 也就是新疆一带 平定了回部以后啊 就把这帮的查哈尔 继续往西北迁 迁到了新疆 这其中啊 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咱们以后讲到平回部的时候 还会细聊 也就是因为自康熙年开始 草原上的这个查哈尔部 和准嘎尔部的判断 所以大清朝在京畿驻房的北边 又画了最后一道防线 咱们这一个弯啊 算绕回来了 继续聊这个八旗的京畿驻房 重中之重 当然就是张家口了 从当年的这个几名十几名甲兵 一直增加到一百六十骑兵 长城上的各口 如独师口 龙门御 八沟 喜丰口 大安口 古北口 也从原来的几名士兵 逐渐的增加到一百名骑兵 在这儿啊 我还得啰嗦几句 这些个关口啊 他可不就只是这一百多名骑兵 其中啊 还有这些骑兵的家属 骑人呢 大概就有一千多人 这些个关口啊 还分别驻守着陆营兵 也就是汉人军队 这些个汉人军队啊 可就是以千亿万计单位了 您不能理解成啊 这一个关口就驻守着这一百多骑人 当然到了后来 这些关口上的驻军呢 也都逐步的集中在几个关口了 原因也很简单 您比如说张家口 古北口 喜丰口 这些个地方啊 他地处相对繁华的地区 两米柴 供应上都比较方便 适合兵 实在不计啊 附近还有可开垦的土地 您像毒石口 八沟 龙门越 哎呀 这些地方我都去过 基本上就是啊 百里之内没有人烟 所以说当地驻军 购买两米都非常的贵 地下呢 都是石头大 也没有什么可开垦的土地 即便好不容易开垦出土地啊 每年还都要爆发深洪 一来二去 这些个地方的驻军呢 也逐渐消减 都集中到那些相对复数的关口了 像毒石口 八沟 龙门越这些地方啊 只留了少部分骑兵 也就是起到个侦查预警的作用 今天啊 本来咱们要聊的主题啊 是热河驻军 不过后来我一心思呀 要是聊热河驻军 咱们就得聊聊这个木兰秋显 还得着重的聊几句避暑山庄 以及康熙以后 大清朝对蒙藏江的民族政策 所以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康熙皇帝花了大笔的银钱 建造避暑山庄 他实际上啊 是不畏 避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